Hello, good morning everyone 好,早安,又宝贝三岁半的小朋友 Good morning,今天我们来到星期四 学英文的时间 所以准备好你们的textbook和你们的writing book Now we go to division 我们要去温习 好,我们要去温习 好,所以从这里开始读 A for apple, apple,苹果 B for banana,香蕉 C for candy,糖果 D for desk,书桌 E for elephant,大象 F for frog,青蛙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写的 还有学读的是G G 这一个英文字母alphabet读G 好,G怎么写呢? 小朋友,take out your finger Follow teacher 好,来拿出你们的finger,你们的手指 跟着老师,跟着老师从这一点开始上面 转一个半圆圈 对吗? 然后横折下来 横折下来 可以出头 好,这个是G G for grab G for grab 葡萄 葡萄 Are you right to eat the grab? 好,喜欢吃葡萄吗? 好,G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一本不止 writing book OK,这个G 所以等下你们彩色 你们也是要招着 这个笔顺呢 一个像C这样子的半圆 对吗? 然后横折 出头 这边可以出头的 好 好 G G for grab 葡萄 好 然后彩完色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点点点的 我们可以拿住铅笔 好 然后检查一下你们拿笔有没有拿对 然后从哪里开始 一定要从这里开始 然后我们一个半圆跟着点点点 像一个C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横竖 可以横竖 G 好 所以等一下其他的你们照着写G哦 接下来我们要读的是 Hedg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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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or holes Hedge for holes 马 好 那么Hedge怎么写呢? 来拿出你的手指 Tel your finger 好 首先我们直直从上到下 从上到下 从上到下 就好像两个11 sorry 两个1 然后做一个桥 把这两个1连起来 好 Hedge 好 再来 你们的writing book也是一样的 这一个你们可以用木笔 彩色笔 好 彩色 直直从上到下 一画 一树 二树 你们要踩满满的哦 好 然后中间我们要搭一座桥 把这两个1把它粘起来 这个读什么呢? 这个alphabet读什么呢? Hedge Hedge 好 来我们来这边来写一写 Hedge怎么写还记得吗? 先写一个1从上到下 再写另外一边的上到下 是不是两个1呢? 然后我们要搭一座桥 把这两个1连起来 横横的 Hedge Hedge 好 所以剩下的点点点你们自己做哦 接下来我们要学第三个的英文字母 我们要学第三个的英文字母是 I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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 I for In 墨水 In是墨水 很像我们的钢笔里面也是要放In的 要放这个墨水才可以写的 好 I 那么来我们来看这个I怎么写呢? I我们大写啊 这个是capital letter I 从上到下好像一个E 然后才来横 横 所以这个是capital letter 这是大写的I 好 再来 我们要翻下一面小朋友要写的这个彩色 还记得刚才老师讲怎么写了吗? I直直下来 然后上面一横 下面一横 这个是I I 所以你们去写哦 今天你们要做的功课呢 是读A到I 然后呢 我们再来写作这个writing book G H 还有I 好 谢谢 拜拜